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充满挑战与争议的议题 中国与范蒂冈之间的艰难外交关系 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严格控制 以及范蒂冈在主教任命问题上的坚持 双方的互动极具复杂性 我们会看到,中国的爱国天主教会如何在国家监督下运作 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地下教会信徒如何向教皇表达忠诚 在2018年,范蒂冈与中国达成了一项引起广泛争议的协议 旨在解决主教任命问题 但这一协议的失职以及其对教会内部的影响仍然存在诸多疑问 台湾在此背景下的外交担忧也不容忽视 因为范蒂冈与北京的关系可能会影响到台湾的国际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范蒂冈对中国的立场是否会被视为妥协 还是其潜在的战略布局 我们的节目将带您一探究竟 分析未来的走向和可能的结果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六度解析 今天,我们将聚焦于一个既古老又充满现代冲突的话题 中国与范蒂冈之间的复杂关系 这篇文章最初由德国之声发布 文章深入探讨了天主教会在中国的处境 以及范蒂冈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外交博弈 现在,让我们详细解析这篇文章 根据文章提供的数据 中国大概有六百万天主教徒 他们主要属于爱国天主教会 这是一个在国家监督下运作的教会 不承认范蒂冈的权威 然而,真实的天主教徒数量 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两倍 也就是说,大约还有六百万人忠于教皇 在所谓的地下教会中进行崇拜 范蒂冈是唯一一个不承认北京政府 为中国合法政府的欧洲国家 并且仍然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 因此,中范关系不仅是宗教问题 也是政治问题 为了缓解这种紧张关系 范蒂冈寻求与中国建立沟通渠道 一个关键点是主教的任命权 长期以来,北京一直抗拒 由教皇直接任命中国的主教 认为这会损害其主权并干涉内政 2018年,中范就主教任命 达成了一项被称为临时的协议 该协议规定 只有经过双方认可的主教才能被助胜 虽然这项协议的具体条款尚未公开 但在2020年和2022年都得到了延长 今年8月28日 范蒂冈正式承认石鸿真主教为天津主教 认为这是中范长期对话的积极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 石鸿真在2019年因为拒绝加入 中国爱国天主教协会而被软禁 然而,这项协议在天主教会内部也是备受争议的 香港的荣修、书籍主教陈日军 曾在2018年接受采访时表示 希望教皇能重新考虑这一决定 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后 享有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地位 其教区独立于大陆的教会结构 书籍主教由范蒂冈直接任命 尽管如此 范蒂冈的国务卿 胜作首席外交官帕罗林多次向北京发出友好信号 他表示对年底延长协议非常乐观 并认为这是一个起点 未来会有更多更大的发展 与此同时 台湾也在密切关注中范关系的发展 作为范蒂冈的盟友 台湾担心未来的外交关系会受到影响 由于北京的一中政策 世界上只剩下12个国家 包括范蒂冈仍然承认台湾 一位匿名的台湾外交官指出 如果范蒂冈想与北京建立正式关系 可能会在某个时候背弃台湾 然而 北京似乎对追求与范蒂冈的正式关系犹豫不决 担心承认天主教 地下教会会引发社会不稳定和创建平行社会 对于未来的中范关系 一些范蒂冈内部人士不认为范蒂冈的行动是软弱的 罗马意大利Link大学教授皮耶罗·斯基亚瓦奇认为 将中国纳入天主教世界具有巨大的重要性 问题在于何时而不是何地 他指出 决定性的一步 可能是任命一位来自中国爱国教会的主教为书记主教 这意味着在选举教皇的会议中 可能会有一位忠于北京政府的人参与 但他强调教会在千年的历史中曾多次面对类似的挑战 深入分析这篇文章的背景和内容 中国与范蒂冈的关系不仅仅是宗教问题 更涉及到国家主权和政治权利的博弈 北京政府对宗教团体施加了重大控制 从资金到神职人员的任命 而范蒂冈则试图通过外交手段维护其在中国的影响力 2018年的临时协议虽然被视为一项木铃协议 但实际上也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从政治角度看 北京需要平衡对天主教会的控制与国际形象的维护 承认天主教地下教会可能会引发社会不稳定 北京对此保持警惕 而对于范蒂冈来说 如何在不损害与台湾的关系前提下 推进与中国大陆的外交对话 也是一个复杂的挑战 从宗教角度看 自由崇拜和国家控制之间的冲突 一直是天主教会在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 爱国天主教会和地下教会的二元结构反映了 中国天主教徒在忠诚与自我身份认同上的分裂 范蒂冈在与中国的谈判中 如何平衡这些内部需求 同时保持对全球天主教会的领导权是一个艰难的课题 从国际关系角度看 范蒂冈在全球舞台上扮演着独特的角色 作为一个没有常规军事力量的小国 范蒂冈通过其宗教影响力和外交网络 维持着特殊的国际地位 在与中国的关系中 范蒂冈不仅要考虑宗教需求 还需要平衡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 尤其是台湾 总的来说 范蒂冈与中国的关系体现了宗教与政治 主权与信仰 内部管理与国际外交之间的多重矛盾和复杂互动 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 将极大的影响天主教会在中国的地位 以及中泛关系的走向 感谢收看本期六度解析 请大家继续关注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了解更多全球热点话题的背景和解读 再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朋友 让我们谈谈中国与范蒂冈之间的这场舞蹈 这场外交博弈就像孔子说的那样 天下大同 但实际上是各有各的难处 范蒂冈无疑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欧洲唯一不承认北京政权的国家 600万爱国天主教徒和600万地下天主教徒 这数量已经足够让任何人头疼 范蒂冈在2018年与中国达成的主教任命协议 无疑是个重要的突破 这是双方长期对话的积极成果 这就像孙子兵法说的 以劲之动 范蒂冈在默默地推动改变 期望有朝一日能在中国的宗教自由上取得突破 这可是史无前例的举措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会变得更开放呢 我相信这只是一个开始 楚天书 你说得头头是道 但别忘了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范蒂冈和中国的这场舞蹈更像是庞大的宫廷阴谋 这份协议看似是双赢 但实际上却是中国政府对教会的进一步控制 你真的相信中国会放任一个忠于范蒂冈的组织在国内自由活动 这就像是让狐狸来看鸡舍 再说了 主教的任命权这事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 这是主权问题 怎么可能轻易妥协 你还记得陈日军书记主教吗 他可是直言不讳的反对这项协议 这可不是什么一厢情愿的美梦 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 琪琪 你这魔说也是有道理 但请记住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范蒂冈的目标绝部是一夜之间解决所有问题 而是逐步推动改变 2018年的协议只是第一步 就像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 这是一种试探和调整的过程 当然 这不意味着范蒂冈就会完全屈服于中国的控制 实际上 这份协议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希望 那就是双方都在努力寻找一个平衡点 而且 范蒂冈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宗教机构之一 他在推动宗教自由上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 历史上 也有很多皇帝和教会之间的角力 但最终 信仰总是能找到自己的出路 天叔 你这谈得倒像是一部古代宫廷剧 范蒂冈或许希望逐步推动改变 但不要忘了 中国政府可不是等闲之辈 北京的掌控力如同长城一样坚固 这份协议在某种程度上 更像是中国政府的一个政治工具 用来巩固其对宗教的控制 是问有多少地下教会的成员因此而得到了真正的自由 还是说他们依然生活在隐蔽的角落 而且台湾那边呢 范蒂冈与中国接近 这难道不让台湾更加孤立吗 台湾的外交官早就担心这会成为范蒂冈对台湾的背叛 所以这份协议到底是朝着光明还是黑暗前进 还真不好说 茄蒂,你这魔说真是给我泼了冷水啊 但我还是要引用论语中的一句话来结束 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范蒂冈或许在这场博弈中处于劣势 但他的目的是清晰的 那就是推动宗教自由 范蒂冈的策略或许出奇至圣 正如孙子兵法所说的兵贵神速 这次的合作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 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当下的困难 还要看到未来的希望 范蒂冈与中国的关系或许会成为一个范例 为其他宗教在中国的发展提供借鉴 而且,历史告诉我们 任何一个专制政权终究会面临变革 天书,你这么乐观真是让人佩服 但我还是要引用一句西游记的话来反驳 取经之路到足且长 范蒂冈与中国的这场博弈 恐怕不会像你想得那么顺利 中国政府的控制力可不是指糊的 范蒂冈的这份协议到底能走多远 还是个未知数 而且,我们不能忽视台湾的孤立 这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地缘政治风险 范蒂冈若真心推动宗教自由 应该更加谨慎 而不是急于求成 不过,就像你说的 历史总是会给我们答案 只是希望这答案 不是以宗教自由的更多牺牲为代价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